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辈美食频道 上个周末碰到一位朋友 他跟我说 他在家里做的西兰花炒牛肉片 老是炒不出餐馆的味道 要么牛肉炒老了 要么牛肉嫩点了 西兰花又没断生 他希望能在家里炒出牛肉片又滑又嫩 西兰花又嫩又脆的感觉 然后我听了一下 感觉他做这道菜的次序不对 然后将牛肉的方法也不对 所以今天做一下这道西兰花炒牛肉片 完了以后把视频发给他 我们先把西兰花 在西兰花已经水里泡了十分钟了 洗了几遍把它切开 不要切得太小 也不要太大 不然的话不容易熟 不然的话不容易熟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水里边再洗一洗 切点胡萝卜片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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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我们来处理牛肉 这块牛肉化动了,先把上面的筋去掉 这边也是,把筋去掉 好了,先把筋去掉 刀要磨一下 刀要磨一下 换块 然后切块牛肉下来 我們切牛肉片 牛肉片要橫著那個奔路切 一般來說,如果你順著紋路切,牛肉使用於潮流 一般行業裏面說是橫切牛肉,素切豬肉和雞肉 牛肉片不要切得太薄,也不要太厚 差不多就是硬幣,差不多厚度吧 牛肉片切好了,我們裝了盤,要薑一下 先放一點蘇打粉 胡椒粉 不要太多 一點點生抽 一點點生粉 再加一點水 好了,把它捏一捏 捏一捏,這樣打一打,甩一甩 讓生粉,小蘇打,小蘇打粉和生粉 都吃進牛肉裏面去 捏到最後,牛肉片起漿了 沒有,看不到水分,看不到水了,就好了 這道,這道程序一定要做,而且要認真做 因為這道程序做對了,關係到這個菜能不能炒好 很多肉絲類的菜,其實前期工作很重要 前期的工作非常重要 在餐餐館的廚房裏面,專門有一個食物是付著醬肉的 醬肉,各種各樣的 雞肉,牛肉,蝦肉等等 它是專者負責的 在做這個工作,不做別的工作 所以這點很重要 牛肉捏到現在,看沒有水了,水都吃進去了 然後倒點油,封住 待會兒炒,牛肉片過油的時候,能快速滑散 一般來說呢,牛肉片漿好 要放兩個小時以後再炒最好 那我們今天就時間短一點 大概二十多分鐘左右,就做,就做菜 好,現在牛肉醃製差不多了 我們開始炒這個劍蘭牛 先把,先把劍蘭放在這個滾水裡面燙幾十秒鐘 でも切成不了 我先把,先把,搅拌好 二大小 烫烫,里面加一点甜点盐,加一点油, 大火合在,弄半的肤砂糖上高的上汁的糖巴和 publishing蛋盐完整我了描述 react糕 加點油,加點鹽,這樣看去保持綠色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關火 把燙化的撩出來,放在冷水裡 現在鍋加熱,放入油,潤鍋 再加入油 放入薑蒜,加薑蒜 然後再加一點油 放入牛肉片發展 開小火,把牛肉發展 放入牛肉,放入牛肉 放點醋 先抽 你也可以放些蠔油,放些鸡精都可以 家里的火小,餐馆这样炒不行,只急火 所以下哨子是不很快,差不多断生了 倒进烫锅的键盐 开大火 因为牛肉浆的时候,里面已经有生抽了 然后放入水电火,湿的水电火 事先调火和吸入水电火 淋鲜淋油 好,起锅了,关火 好,一道剑南牛炒好了,也叫西兰花炒牛肉片 牛肉滑嫩 天然花脆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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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